大家好 我是曾子庭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連日的雨勢讓北海岸傳出災情 在石門區北21線10.5公里處傳出了地層位移 導致道路容起破損 相關單位封路搶修 終於在20號單線通車 而目前搶災工程正在進行的是道路雙側打缸軌樁 等待地基還有地層穩固後再進行復建工程 要讓道路雙向盡快通車 連續好幾週大雨不曾停歇 石門區北21線10.5公里處在上週六中午也傳出地層位移 導致路面隆起破損 在民眾通報公所等相關單位後 公所以及市府養工處也隨即派出工程廠商封路搶修 終於在昨天周日搶通單線 而當地的居民陳述事發當下的情形 只聽到洪隆隆的聲響 出門一看發現路都破了也趕緊通報相關單位前來排除障礙 這條路喔 本來這個座宅也要走去 也要走什麼 這個座宅喔 跟一般不一樣 尤其最近 火路那麼久喔 火那麼久喔 變成那個路底水垂 有水垂就整個山都走去 整個路都破去破去 總前反路啊 我們這裡交火水火大喔 火大你如果要 趕緊讓我處理起來 台中市我趕緊讓我處理起來 那我交通不好意思 想不想我方便都走在那裡 當地的地獎指出這個路段的圖質比較特殊 之前相省颱風旁邊的10.6公里處也有邊駁滑落的災情 近來連日大雨又讓10.5公里處低層位移 好在第一時間工程單位進駐已經搶通單線道路 而影響路段目前鋪上了鋼板 用路的民眾必須聽從現場工程人員指示來通行 在沒有車輛通行時 施工單位也加緊趕工搶災 預計再過幾天就可以由搶災進入附件的工程 禮拜日的下午養工處就先搶通了一線道 鋪0.42 臨時鐵板讓這個民眾的車輛暫時可以先單線東行 然後他們後續會再做一些水路引導還有一些固定的工程 目前養工處預定會在道路的兩側先打上這個臨時的鋼軌樁 讓這個地形暫時先不要移動 那這個時間大概要四到五天 那整個好以後就會進入附件工程 再把整個路面等等都恢復完成整個工程 那施工期間呼籲我們的民眾盡量不要經過這個路段 那如果有經過的話一定要遵從我們交通指揮人員的引導 小心的通過 北二一線10.5公里地層位移影響道路大約有70米長 可以見到路旁就是民眾的農田 為避免地層再度位移影響民眾的財產 在搶災的工程進入第三天 現場進入兩部基區 進行道路兩側打鋼軌樁穩固地基的工程 也由於於於是持續降下地層的導水工程也不能間斷 待鋼軌樁穩定地基完成後就將進入附件的程序 要讓雙向道路正常通行 也確保附近的農田農作更安全有保障 基礁品函師們採訪報導 陽金公路20號下午也傳出了下邊坡貪方災情 在8.4公里處原本9米道路有5米的路面 因為地基流失造成貪方雙向通行阻斷 相關單位立即成立了前進指揮所進行搶修作業 21號中午恢復縣時段單線雙向通行 而流失的陸基中也埋有自來水管線 金山區長也呼籲民眾要先行儲水備用 後續也將會跟自來水公司做調度自來水的聯繫工作 北海岸的雨可以說是珠東之後就下個不停山區雨勢 更是比市區強勁 而連續的降雨加上日前的地震導致地層不穩定 也讓金山區仰金公路8.4公里發生俠邊坡貪方 5米的路面直接流失不見 造成道路雙向受阻 而負責道路養護的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金美工部段也在昨天周日成立了前進指揮所 進行搶售的作業 預計21號的中午就會恢復單線雙向通行 因為今天目前持續降雨 那昨天經過貪方之後 昨天晚上廠商離業調度機具 那今天早上就開始打設那個鋼鬼莊 目前那個穩固那個路基的部分 那群長斷的部分就是30米長 5米的部分那個路基已經流失 現在目前還剩4米 所以目前就開始打設那個9米鋼鬼莊 或者就把那個剩下的路基能夠穩固 我希望能夠今天能夠盡可能去做那個 單線雙向通行的那個目標 希望今天能夠完成搶通這樣 目前金美工部段調度廠商 一早就開始打鋼鬼莊 約百來之穩固路面避免二次的流失 可以見到原本9米的道路只剩下4米 打上鋼鬼莊也希望將剩下的4米道路先行穩固 也由於路面底下還滿有自來水管線 因此部分的管線因地基流失斷裂 導致金山市區家用自來水壓不足 而里長與區長也呼籲民眾 可以先行儲水備用 貪荒的話這個水管就會破掉 破掉 所以金山區地區的那個市區裡面 可能就沒有水用 水壓比較不夠 不夠不夠 對 不過倒山頂也比較不夠 山上這邊大概影響不多 影響不多 大概市區裡面那個影響比較嚴重一點點 那我們了解公路總局景美公路段 他現在正上午已經進場在搶修了 昨天晚上連夜的雨太大 今天他就會盡可能搶修 看看是不是在我們傍晚的時候 有機會能夠恢復單線的雙向通車 那至於這個因為崩塌的關係 也導致自來水管線也有受到影響 所以說我們也呼籲我們金山區民 我們在這個用水上面 因為可能會有水壓不足的情況 導致說可能水也會上不去 那所以說也請區民呢 能夠盡快的來做儲水的動作 以因應這樣子的情形 那我們也緊急聯絡自來水公司呢 那也在做自來水的調度 而最新的現場狀況可以見到今天中午 現場已請人員借戶通行 以每小時放行15分鐘的方式來疏解車流 也礙於氣候狀況依舊是不佳 於是持續的降下 造成現場工程人員的搶災難度 也恐將會拉長道路正常通行的時程 目前雖以開放小行車通行 但也需要配合搶修工作分段來放心 景美工部段也請用人 若非必要請改行替代道路 以確保安全與行程規劃不受影響 指教平函金山採訪報導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冬至節慶 在淡水的鄧公里社區 里長就跟老人會一起舉辦了搓湯圓活動 除了搓湯圓應景之外 里長也跟長者們一起舉辦首作DIY 希望藉由應景的活動 帶動長者過冬至過節的氣氛 今天是一年一次的冬至節慶 而在新北市淡水區鄧公里社區 里長與老人會就一起舉辦了搓湯圓活動 除了搓湯圓應景之外 里長也與長者一起舉辦首作的雞母狗仔 而里長表示希望藉由應景的活動 帶動長者過冬至的氣氛 也將雞母狗的傳統民俗手作 帶大家進入小時候的回憶當中 在這個濕冷的天氣當中感受溫暖 那其實今年有特別做一個雞母狗 那雖然小時候大家有做過 可是長大的都忘了怎麼做 其實也刺激一下 讓我們那個裡面的銀髮族 刺激一下腦力 然後手動加腦力 所以今天辦理這樣的活動 覺得很開心 因為開始雖然外面下的雨 還是很有那種破解的氛圍 五六十年成 我們差不多十一二歲的時候 那時候家長有弄啊 這個什麼鬼屋膏啊 還有什麼都有啊 這個本來要做牛啦 就不像牛 這個牛角有啦 但是也有牛 但是這個嘴巴好像不太對 那今年除了搓湯圓以外呢 還做一種鬼屋膏的 而去的那種競賽 讓大家能夠回憶兒時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 所以我們的長者來這裡 都覺得非常的高興 也非常的溫馨 里長用麵團做成一隻母雞 身邊有十七顆雞蛋 象徵鄧公里有十七零 而這雞母狗仔 是用米虛所做成的麵團 捏成許多動物的形狀 來為冬至節慶 裝點出不一樣的氣氛 而這個也是他們 阿公阿嬤小時候的回憶 藉由這一場搓湯圓活動 都展現在大家面前 而市議員陳惠傑也共襄盛舉 用麵團捏成一隻小企鵝 感受傳統節慶的氛圍 那同時呢 我也第一次來做這個 這個來捏著這個 我今天傳統的一個習俗 那我今天捏的是一個 企鵝的一個造型 那真的對我們這種 新興人類來說 這樣的一種沖湯圓活動 真的是非常具有傳統的意義 那我們也希望未來鄧公里 可以持續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也讓我們的這些長輩 來回味小時候的這個 來做這個 給不高的這個 這個一個 這個一個場景 冬至一定要吃湯圓 那我們看到大家很高興 來分享里內我們的大師傅 做的這個湯圓 來愉快的迎接新的一年 舉辦這一場活動不僅是歡慶冬至 也是讓社區居民在寒冬時刻聚在一起 共同感受團員的氣氛 而區長也表示 今天來參與的居民 大家都發揮想像力 做出許多可愛的小動物及母狗 也相當肯定里長辦的這一場活動 更凝聚社區居民的團結 區長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 可以增進街坊鄰居的彼此感情 記者許多恩在全採訪報導 本週就是聖誕節了 豪芒雕刻加陳風險 為了應景 以樹脂雕刻了尺寸只有0.1公分的聖誕老公公 堪稱是世界上最小的聖誕老人 而這個超迷你的聖誕老人 身穿紅衣、紅褲還有紅帽 手裡還拿著一袋的禮物 準備爬煙囪 送禮物給小朋友 透過鏡頭帶您一起來看看大師的創作 迎接聖誕節到來 豪芒雕刻加陳風險雕刻出尺寸只有0.1公分的聖誕老公公 堪稱是世界上最小的聖誕老人 這個小小聖誕老公公穿著紅衣、紅帽、紅褲、黑皮鞋 有著白鬍子 手裡頭還拿著一袋禮物 要分送給小朋友 他穿紅衣服、黑鞋子 那一個臉呢 非常的慈祥 非常的和蔼 那一臉的大鬍子 那你要知道呢 他的背後呢 是右手提的一個所謂的禮物帶 要送禮物給小朋友 這個聖誕老人是以樹脂進行創作 總共耗費10天工作天完成 一毫米大小必須透過高倍放大鏡才能看得清楚 整體雕刻不僅生動更是栩栩如生 陳風險說 他還特別為聖誕老公公設計了爬煙囪爬窗戶等不同的動作 用樹脂做的一個材質 那聖誕老公公呢 他的尺寸只有一毫米左右 像針孔一樣的渺小 聖誕老公公呢 這一次就是比較屬於活潑的 他有爬煙囪喔 還有爬窗戶喔 要將這麼小的聖誕老公公雕刻出來 過程真的相當複雜 從造型構思到人物的表情 才會身上穿的衣服 尤其是提禮物帶的立體感 陳風險說 這件作品也是一大挑戰 記者陳曉旦採訪報導 為在觀音山上有一間知名的農場 每年到了聖誕節前 都會推出限定的聖誕餐 今年農場以秘汁芥末竹樂牌 美式熱眼牛排為主食 搭配暖沙拉還有養生湯等餐點 要讓高客們一包美食 位於五谷與巴里觀音山之間的 陶樂斯農場 每年到了聖誕節前 都會推出限定聖誕餐 受到不少老湯們的喜愛與關注 今年農場業者 再度推出的聖誕餐點 以蜜牌芥末豬樂牌 美式樂眼牛排為主食 配上農場特製的醬料 味美滑嫩的口感 保證令你大快朵頤 樂牌跟牛排是我們每次過年過節 就是大家非常喜歡點的一個暢銷商品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 以這兩道餐點來做主打 然後讓大家來這邊過快樂的聖誕節 農場業者表示 日附食餐點中則有暖沙拉 麵包養生湯蛋糕及飲料 值得一提的是 暖沙拉中的蔬菜及菇類 都有先爆香炒過 在這寒冷的天氣裡品嘗 讓陶客的心都暖和起來 沙拉上面的那個蔬菜 還有那個菇類都是有先炒過 先爆香炒過 然後在這種天氣 冷冷的天氣 吃起來就是暖暖的 然後我們還有搭配麵包 還有湯 養生湯 還有蛋糕 冰淇淋跟飲料 業者表示這項聖誕大餐 由於菜色料理都是特別製作 民眾若是想要品味到 這豐富美味的餐點 記得一定要先電話預約 想要一包美食的韜客們 可要把握最後的時機哦 記者胡宇軒五股採訪報導 新制租人契約自109年9月1日上路了 房東在租人期間不得調漲租金 收取電費要冤明下月即非下月 且都不能超過台電所定最高級距之金額 房客因疾病要長期療養 或房東要收回重新建築 都可提前終止租約 住宅修繕期間可扣除租金 租人關係消滅後 房客遺留物視為拋棄所有權 更詳細內容請上地政司網站查詢 內政部關心您 為您插播一則外電消息 極端的氣候全球暖化造成 西伯利亞小鎮維科陽斯克 近日測得攝氏38度歷史高溫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報告當中指出 整個北極的海濱覆蓋率持續下降 種種數據全都顯示 地球的氣候變遷正在持續的 落不著 OK 這是我最愛的咖哩耶 這是特別愛你 啊 別急 啊 我沒關 放心 為了瓦斯安全 我已經散裝了 是對三大安全遮斷功能的 為電腦瓦刺掉 第一 請勾強 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 喔 在一起 在一起 換表真好 安全沒管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隧道裡狹小的宮城步道 由於是隆洞至鼻頭的唯一通道 有些民眾會冒險行走 但台俄線大車多 擔心哪天擦撞發生的意外 因此在還沒有替代路線前 新北市議員林毅琦 就要求公路總局以及公所 協助改善隧道周邊安全 並且在隧道口一邊 設置了水泥路障步道 鼻頭步道遊客眾多 假日車輛更是一味難求 許多民眾會把愛車停放在 鼻頭隧道另一頭的隆洞 再沿隧道走去步道 但台俄線車快危險 為此今年9月 新北市議員林毅琦 實地現堪 發現隧道內照明不足 且隧道口缺乏護欄於整地 凹凸不平 還有排水管線 加深遊客跌倒擦撞的風險 因此要求公路總局 與瑞芳區公所協助改善 以水泥路障分隔車道 以保證安全 這個旁邊這個路的問題 說到沾也已經有把這個路旁 用這個貼起來 像一個步道旁走 不過是沒有說 開放讓大家去走 因為這個路裡面 用料很不好使 因為也不便 以外說 遊客你們如果走這時候 大家都要比較鮮利 真的感謝我們的議員 和我們的利率 他們有關心 要把這個問題都處理好 除了路障 原本凹凸的管線 也鋪上碎石子 作為止滑 而隧道內 除了畫上深藍白色 然後在假日的時候 遊客非常的多 那因為鼻頭端部分 停車非常的不便 那遊客大部分都會 將車輛停到 濃凍的地區 那但濃凍到鼻頭 唯一一個可行進的道路 也只能夠經過 我們整個鼻頭隧道 所以在之前一起 要求相關單位 必須要將整個隧道內 以及前後的安全 維護還有照明 重新施作 讓遊客更加的安全 那目前工程已經完成了 包括裡面的整個安全 照明還有前後的一些 護欄維護 那另外在整個 漁港的部分 現在目前也在施作 整個回車道的一些 道路拓寬工程 未來我們也會將整個人行道的鋪設 我們也會一併完成 然後能夠提供給 遊客行走的時候 會更加的安全 拓寬的工程 應該是十二月底會做好 如果遊客要來的話 轉彎處 希望大家不要停車停在那裡 為了大家的方便 因為我們社區裡面的路 不是很寬 很窄 方便的話 大家盡量都停在停車場 目前鼻頭鱼港的出入口 將單線道拓寬至兩線道 除了可增設行人道 也讓會車更方便 未來希望讓遊覽車回轉更順利 完工後將去除 現有海產店對面的停車格 也嚴禁為停在道路兩旁 才能順利讓雙向通行工程的美意達成 記者蕭浩文瑞芳採訪報導 雙溪區牡丹里的中正社區廣場 在01起議員的爭取下 今年已經將老舊露水的鐵皮屋頂全面更新 而現在廣場旁的廁所 也因為老舊減漏 缺乏洗手台 因此希望能夠以貨櫃式廁所 作為設計概念 重新建設 讓民眾使用上更方便 雙溪區牡丹里中正社區 巷弄狭窄 社區廣場是垃圾輕運車主要搜集 並回轉的地點 也兼具投票所及居民做資源回收等功能 去年5月 新北市議員林一起服務處辦理會刊 將廣場屋頂老舊問題改善 但廣場廁所仍是棘手問題 不僅廁所的遮雨棚集水渠道破損漏水 也沒有洗手台伸障馬桶 老人家如廁或用水都不太方便 這個廣場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尤其像廣場這麼漂亮 這麼大的議員工廠以外 我們這個村口便所 和這間村口警察 我們平時譬如辦斷也會在那裡辦 尤其剛才說的便所和住戶間 能夠經驗處理 我們這個老伙要放下酒 要洗下酒才有地方 所以說感謝林一起議員 來把我們關心 我們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品質 中正社區廣場的新屋頂 在今年五六月已完成裝設 因為雙溪區近一個月都在下雨 17日新北市議員林一起服務處 特別來到現場視察 也特別請公所在保固期內 要求廠商將部分漏水改善 而廣場廁所因為土地署 國有財產署管理 沒辦法原地行建廁所 需另有解決辦法 有關公測的部分 這個臨時的公測 有需要做一個完整的修繕跟改進 那我們希望傾向於 我們雙溪國小對面環保公園的 一個性品的廁所 公測這個方式來做一個更新 那這個有關經費的部分 議員跟公所跟以及民政局 我們會來籌措相關的經費 希望今天匯款完以後 在明年把經費跟整個設計完成以後 我們能夠來做一個更新 以後也可以提供給我們牡丹社區的民眾 在這邊不管是資源回收 不管是共餐或者其他相關活動 有一個完善的一個好的廁所 提供給大家來使用 目前中正社區廣場公測 預計以雙溪國小對面貨櫃室公測的方向去施作 經費由新北市民政局、雙溪區公所 事宜遠離一起服務處三方協調支出 希望能讓中正社區民眾日後享有便利 辦活動不用再大老遠回家如廁了 記者消耗文雙溪採訪報導 這個星期就是大家相當期待的聖誕節 淡水區公所上個星期六 就在淡水老街廣場舉辦聖誕點燈儀式 今年不但有高四層樓的聖誕樹 在點燈儀式前 區公所也與紅樹林數位有限電視特別合作 有請到莫莫家族與大小朋友一起唱跳 藝人吳鳳也來到現場跟區長開啟直播 將淡水美麗聖誕燈儀式傳播出去 這個星期就是大家相當期待的聖誕節 而為了要讓大家感受到12月份的聖誕氣氛 新北市淡水區公所在上星期六 於淡水老街廣場舉辦聖誕點燈儀式 活動現場不只是搬出高四層樓的夜淡樹 在點燈的時刻之前 區公所與紅樹林數位有限電視合作 邀請到了莫莫家族 一起與大小朋友唱跳 雖然天氣又濕又冷 不過氣氛是非常熱鬧 希望說把馬街在1872年把這個愛與關懷帶進淡水 把這些聖誕的氣氛帶進淡水的同時 我們希望藉由聖誕點燈點亮淡水 讓把溫暖帶進淡水 那我們淡水今年也獲得我們交通部 我們觀光局的這個經典小鎮的這個肯定 所以我們同時也希望說藉由聖誕點燈 我們在今年有更漂亮更精彩的點燈內容 來吸引更多的觀光客 區長好棒 為什麼呢 因為淡水我一段時間沒有來 有一點忙 家人啊等等啊 孩子啊 淡水漂亮一直很漂亮 今天更漂亮是因為夜淡的氣氛 聖誕的氣氛 你們弄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剛剛直播的說得非常的熱鬧 五百六百個人都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而且土耳其的朋友也很好奇 所以感覺就是你們今年一定會吸引很多人 我覺得看我們其實這個訪問的朋友也一定要來 不要說過這個 雖然有一點點現在有下雨 但是很值得 我好喜歡 玩得非常開心 活動現場跨足YouTuber的藝人 吳鳳也一起來到現場與區長開啟了直播 將淡水美麗的聖誕節燈飾傳播出去 而吳鳳表示 很久沒來到淡水了 這回來到淡水對於聖誕氣氛相當驚豔 也邀請大家一起來玩 而區長表示 1872年馬接博訊來到淡水 除了到這邊傳教之外 也把象徵愛與幸福的聖誕節搭進淡水 使淡水區成為北台灣第一個過聖誕節的程序 因此現場更有許多貴賓 一起來參與點燈一序 點亮整個淡水 3 2 1 哇 好漂亮 大家可以往後看一下喔 點亮燈讓大家感受到滿滿的聖誕氣氣 也感受到溫暖跟感受到光明 而這次的點燈更是延長到明年的2月18號 所以我想淡水區公所跟我們在地共同的努力 讓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滿滿的過節氣氛 而這樣的過節氣氛 歡迎所有的大小朋友 大家一起來我們淡水 讓大家知道說感受過年的一個氣氛 那也紀念當時1872年馬接博士來到淡水 來這個傳教傳福音 讓這個聖誕的一個氣氛 可以讓在整個淡水地區 都有這個濃厚的一個過年的氣息 今年的聖誕主題聖誕精美好 包括了夢幻見變的櫻花隧道 讓大家提前感受淡水的夜光櫻花之美 而另外還有陰雪迷蹤的科技投影大道 月光秋千等等 燈飾的擺設期間將會到農曆年節 情人節還有元宵節 淡水燈飾也會配合年節調整變裝 要讓民眾多一處景點可以打卡拍照 營造美麗的聖誕新年氣氛 記者許多安音帶水彩方報導 迎接聖誕節的到來 新北市佳樂社區關懷協會 特別結合爐洲佳樂靈良福音中心 以及多個公益團體 在爐洲正義公園舉辦了公益活動 爐洲區正義里的里長林志修也特別感謝 協會成立了小數苗課半班 免費輔導里內的陸市學童 長期為社區默默付出 聖誕老公公發糖果 小朋友各個開心不已 迎接聖誕節到來 新北市佳樂社區關懷協會 特別結合爐洲佳樂靈良福音中心 以及多個公益團體 在爐洲正義公園舉辦聖誕公益活動 活動內容包括聖誕歌舞表演 二手物愛心意賣 長者健康諮詢 以及小朋友最喜歡的造型氣球DIY製作 希望藉由活動的舉辦 傳遞聖誕節的歡樂氣氛 這是一個表達愛的季節 也讓我們可以跟李明一起來做公益 平常能夠照顧我們社區的這些孩子們 然後可以一起來發揮我們的愛心 那今天我們用聖誕節的活動和義賣活動 要跟社區的李明說聖誕快樂 然後我們也是一個基督教的團體 我們也跟大家祝福說 耶穌愛你 我們也都愛你 爐洲區正義里長林志修 特別到場共襄盛舉 除了祝福聖誕公益活動圓滿成功 也感謝家樂社區關懷協會 成立小數苗課辦班 免費輔導里內弱勢學童 長期為社區默默付出 非常感謝家樂社區發展協會 今天你來到我們正義公園 來舉辦這個活動 平常幾多年以來 他在長生路這裡都已經有 在鐵蘭社區 服務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參與 跟他們共襄盛舉 這場充滿夜旦氣氛的公益活動 不但吸引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參與 也吸引阿公阿嬤 到健康檢查站量血壓量血糖 大家齊聚一堂 享受午後的歡樂時光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 他們認真學習 他們努力工作 他們追求的是自我的肯定 與成就感 育成基金會一直以來 幫助憨兒實現就業夢想 支持著他們自立 讓我們成為憨兒開心的後盾 請支持育成基金會 議員憨兒就業夢 就業能力培訓募款計劃 家庭收支調查開始囉 幾日請就在全國進行抽樣調查 你好 我是家庭收支調查訪問員 你好 訪問內容是什麼呢 有以下五大項喔 為什麼要調查呢 是為了制定更好的社會福利政策 造福你我啊 這是我的證件 這是公文 那我們的資料 保證不外泄 我保密您安心 敬請支持家庭收支調查 大家好我是貴貴 相信大家都有使用國道的經驗 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去年國道就發生超過三萬件的事故 其中A1類72件 A2類2076件 造成重大傷亡 與民眾財產的損失 在此呼籲大家 無論是駕駛或乘客 上車第一個動作 才能因為中一車 熱鬧擁擠的城市中 他們獨自生活著 年紀大了 日子似乎也停住了 常常忘了今天是星期几 静静地等待着 世界越来越快 它们却越来越慢 思考慢了 吃饭慢了 岁月也慢了 它们越来越远 汐止区公所将举办元旦升旗典礼 当天还特别会准备乐腾腾的茶叶蛋 还有毛巾国旗贴纸等等 18号上午也配合新北市保佑的杂志拍照宣传 汐止区长以及同仁们一起入境 邀请民众元月1号当天早上7点半 到汐止行政大楼前的广场一起升旗迎接新的一年 手拿国旗身上贴国旗贴纸 再搭配热腾腾茶叶蛋 这一天汐止区长长青里长以及公所同仁 是当起了宣传大使 热情邀请大家元旦一起来升旗 而大家配合拍照摆起各种pose都不马虎 展现火力 今天的活动我们也搭配整个新北市 我们在宣传这次活动 那我们今天也透过这次的一个宣传的方式 那我也请了同仁现场来当这个活动的一个宣传大使 那也请大家多多给我们支持 元旦升旗典礼 那汐止七公所也有提供里长的茶叶蛋 那请大家多多出席 这是民国109年元旦升旗的盛况 好几百人一起到汐止行政大楼前迎接新年 而这次也一样准备了热腾腾的茶叶蛋 而今年元旦活动主题定为安居乐夜时显乐景 现场安排音乐饗宴活泼有朝气的舞蹈 比较特别的是还有大小朋友都喜爱的霹雳布袋戏QO快闪表演 早上七点半开始然后八点升旗 那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 我们那个现场我们有邀请 那个我们的议员 那个跟立委现场来摆摊 那当然我们也邀请了 那个霹雳布袋戏的QO 来现场来做一个快闪 那当然今年我们也有送我们戏子 很有名的里长茶叶蛋 还有那个也有送一条运动毛巾 那欢迎大家 那当天早上 那个我们七点半活动开始 请大家那个有空的话 可以来参加 活动当天也准备了限量运动毛巾 小国旗国旗贴纸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还有民意代表服务处 都会在现场涉摊陪大家一起升旗 领纪念品还能吃吃喝喝 也热情邀请民众 当天早上七点半 到戏子行政大楼前广场一起升旗 共同迎接新年 小陈慧玲 戏子采访报道 新北市平陵 石定 和平 永定 以及云海无所小学 连续两年以璞玉计划来进行教学 为了让小朋友展现所学 五校联合举办成果展 各校的学童分组竞赛 除了要组装至高积木 还要透过电脑来下指令 完成指定的主题 相当具有挑战性 分工合作 组装至高积木 平陵 石定 和平 永定 云海 等无所小学的学童们 在经过一年的学习 现在要将所学展现具体成果 这是由国际福伦社 与蒲城文教官怀协会 共同办理的STEM 福育计划 自108年开始 就在平陵区和石定区 展开STEM教学 今年将电脑程式语言带入 让孩子的学习更往前跨了一大步 把去年的基础 那些机械的 把它弄成一些形状 今年就开始给它一个题目 比如说挖东西 或是变成一个摩天轮 这些东西 那他们受过所学的东西 那更能够结合他们的 就是说老师给他们的题目 然后解决问题 这才是STEM一个真正的精神 就是说老师给的问题 然后他去解决 那解决的时候 当中要很多巧思 除了实用以外 他还要美观 在成果展上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 以及新北市议员陈宜军 也来到了现场 看到小朋友们发挥创意 都给予鼓励肯定 同时表示 感谢民间单位的协助 让STEM教育也能够深入偏乡 缩短的城乡数位学习落差 来到这个地方 师资上课会有成就感 那孩子在这边 就是也有比较同侪之间 也可以竞争 我觉得上课会比较有乐趣 那我说这个城乡差距 其实在资讯这一块 根本就不应该会有城乡差距 如果我们这样去运作的话 实定做得来 我相信其他的偏乡 近三万里都可以这么做 能够将我们现在未来 学生最需要的跨领域 跟城市语言 还有机器人等等的课程 能够把它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课程中去实践 我觉得对于整个 偏乡教育未来的竞争力 有很大的帮助 各组的小朋友 依照先前的讨论决定了主题 有的小组是要打造有乐园 有的则是要做出挖土机 还有一整套的车子美容院 在限定的一小时内 不但要组装 还要透过电脑下达指令 动手做也要动脑响 我们要做车子美容院 你们有什么 你们有设计的有哪些东西 有洗车机 然后插车机 还有车子 手上做积木画画的 跟组装 写程式啊 什么用电脑的 所以你有觉得 你学到很多吗 有 不断地反复修正指令 不断地讨论 在STEM教育中除了有科学 资讯数学工程等 跨学科的融合 更重要的是将知识结合技能 也让孩子从中发掘问题 解决问题 而未来这项计划也将持续下去 希望让偏乡学童 同样具有国际竞争力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提升学子的阅读活动 让他们在新课纲能够透过选书平台 记录自己的阅读历程 单凤高中结合阅读基优的六所学校 以及知名的书店 共同签署合作 希望能够帮助学子打造终身学习的能力 为提供新北学子阅读创新教育模式 单凤高中和阅读基优六所学校 及金石塘书店合作 共同签署这份DiBook式选书师 系统策略联盟合作书 至于提供学生在阅读方面 有哪些优势呢 这个DiBook选书师 我们是结合跟金石塘书店的一个合作 还有透过APP的研发 透过这个图书资讯的一个线上平台 让学生能够透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选出自己的命定之书 同时呢 也能够在社群里面倚书会友 将阅读选书融入游戏机制中 应用选书软体 以及每月畅销榜持续更新最新的阅读趋势 金石塘也表示 让学生在新课纲能够透过选书平台 记录自己的阅读历程 帮助他们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 那携手 为国内的一个整个阅读 的推进 整个文化的提升 整个一个高中们 现在118课纲 他们更需要阅读 这方面我们都能够为这些 辛苦的学生们 给他们更多的帮忙 丹凤高中 透过十年扎根的阅读课程 透过跨校策略联盟将新科技 融入阅读教学 还有阅读环境当中 充分展现新北教育 对阅读推广深耕的决心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 2020爱在林口 希望起飞 耶旦祈愿圆梦晚会 19号在林口运动公园 热情展开 今年将送出2000张的祈愿卡 来帮助孩童们实现愿望 温馨的祈愿卡活动 一年比一年更受到欢迎 小朋友写下想要的礼物 等待孰军阿姨的团队 实现自己的耶旦愿望 为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由蔡孰军议员服务处 与立林国小所举办的 2020爱在林口 希望起飞 耶旦祈愿圆梦晚会 19号在林口运动公园 热情展开 活动6点才开始 不到4点就有民众 带着小朋友排队 就是希望孩子在圣诞佳节 能够获得圆梦的机会 就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再带给 全林口区的小朋友 在耶旦姐的前夕 能够有希望 能够有梦 然后由阿姨来跟他们圆梦 希望今天的表演活动 各位都会喜欢 那再次谢谢你们 让我们有这么棒的一个环境 然后来办这表演的活动 感谢有你们这些会宾们 谢谢你们 蔡淑军议员表示 今年将送出2000张的祈愿卡 来帮助孩童们实现愿望 小朋友们在祈愿卡中 写上自己的心愿 在活动结束后 投入摸彩箱中 就可以等待愿望实现 现场活动 接着由丽林国小 带来精彩的演出 整场活动 从头嗨到尾 丽林国小 一个是舞蹈队 它曾经获得 新北市的取赛第二名 那么一个是我们的合唱团 它获得新北市的第一名 然后另外一个是 阿姨那边邀请的三个魔术 还有舞蹈的表演活动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有精彩的表演节目 能够带给小朋友愉快的夜晚 温馨的祈愿卡活动得到当地民众移植好评 也获得许多单位及企业的赞助与支持 领口的耶旦节在蔡淑军议员的努力下 一年比一年更受到欢迎 祈福住院的气氛越加浓厚 也让小朋友们可以实现自己的耶旦愿望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 圣诞节到了 不等圣诞老公公来发礼物 细致的长安国小发起劝募活动 由学生们送物资来做爱心 21号上午小朋友就捐出了罐头 白米或者是文具等生活物资 要让家福中心的孩子 过一个感恩的圣诞节 一大早全校师生在五首楼集合 要过一个特别的圣诞节 今年一样是办理劝募活动 募集的物资是干粮 清洁用品以及文具用品 但是今年不一样的是 为了培养长安国小学生 爱家乡关怀家乡的人事物 这些物资将帮助 细致家福中心的孩子 每一班的小朋友自己设计纸箱 然后将这样子的礼物放到纸箱里面 这个礼物都是由小朋友 跟他的爸爸妈妈共同准备 因为我们希望让家里的爱 也让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家福中心很多的孩子 一起来感受他们的家的温暖 更重要的是小朋友 透过这个活动 了解圣诞节不是只有取得礼物而已 也可以能够推几集人 把这样子的爱心跟礼物 跟他人分享 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当天学生们一班级 陆续将自己带来的物资送上台 从幼儿园到国小六年级 总共19班将准备的礼物 放进自己班级特制的圣诞纸箱当中 一会功夫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孩子们的爱心满满 每一班都爆香 而一班捐出一箱物资 也布置成了一棵大的圣诞树 圣诞节不再只是收礼物 这一天小朋友做到了爱分享 我觉得很多泡面 还有一些罐头 还有很多食物 还有文具用品 我喜欢这个活动 因为可以捐给很多需要帮助的小孩 第一次家福中心收到了小朋友 把他们想要捐赠的物资捐赠出来 然后集装成箱 然后制作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圣诞感恩箱 送给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我相信他们会在这个圣诞节 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温馨跟温暖 还有得到爱心 被大家祝福的一个圣诞节 很不一样的手礼物方式 看着小朋友一代又一代的捐出生活物资 要作为家福中心孩子们的圣诞礼物 家福中心也特地送上感谢状 当天全校师生捐出了21箱的圣诞礼 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透过活动也让孩子们 学会分享与感恩 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 就从慧玲世纸财宝报导 做会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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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会爱台湾啦 做会爱台湾 做会爱台湾哦 做会爱台湾哦 全台湾好吃好玩的 好处的地方都在这里 我们做会来爱台湾 整个大主板 好啊 我跟你上 小心要小心 您请 妈妈 我要走了 妈 哥你赶快 脑子 脑子 在1966的协助 从赋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我和我的孩子去庆祝了 大家好 我是美美 这是我女儿花花 今天要分享我做的MV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行 怎么了 你做的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 都有得到授权吗 没有 那就不能播 除非取得授权后 才能和大家分享呢 抱歉 身为直播主 今后我做直播时 一定会注意 著作权相关规定哦 直播有授权 分享才安心 北台区域发展推动委员会 北京城市目标 一定要有跨域治理跟系统性整合 只靠台北市是不够的 如何把这些县市做个有效地整合 来达到富裕共赢 发挥最大的效果 最后面是好的 那么要达到这个国际Mega system 疫情程序的这个目标 当然只靠台北市是不够的 而近期因为北市府限缩 激化污水處理廠投放時間 以及外縣市水肥浸廠 引發桃園業者不滿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 大家關心的垃圾廢棄物處理 以大區域範圍來承擔 處理會更有效率 也能創造多營 包括各種肥療廢棄 桃園市處理的大概 臺北市大概24萬公斷 新北市大概18萬公斷 這也是要區域的責任共同承擔 最後是要朝向區域的共同寄居 由台北 新北 基隆 宜蘭 桃園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等八縣市 組成的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首長們依序上台致辭 期待透過中央協助地方 促進區域與縣市共同成長 讓台灣更有競爭力 記者游祥廷 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松山區古早的舊名是喜孔 而今年是改名松山的第100年 立委費洪泰服務處就邀請 松山區各里還有社區發展協會 舉辦松山100再出發的快閃活動 在松山捷運站 湧入數百人一起跳舞拍MV 不少議員也一起參與慶祝活動 就連北松山的立委蔣萬安 也跨區力挺 讓外界好奇是否是要為參選台北市長提前暖身 上百人齊聚捷運松山站廣場跳舞 場面相當壯觀 為了慶祝台北市松山區 從舊名喜口改名借滿100年 立委費洪泰服務處特別發起松山100再出發快閃活動 包含里長 社區發展協會 和在地居民全數總動員 一起拍攝紀念MV 辦一個快閃的節目 讓大家知道我們松山區的繁榮跟進步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有超過六七百人 大家來共同來跳這個快閃 我們松山區有很多的名勝古希 舉例我們有石油宮 我們有全台灣最有名的饒河街夜市 我們還有這個溪口的一個渡船碼頭 快閃跳舞 挑選朋友和再出發兩首歌曲 展現歡樂氣氛 同時也象徵松山持續前進 現場不少議員也參與慶祝活動 就連北松山的立委蔣萬安 也跨逐南松山 讓外界好奇 這是否是為了台北市長選舉 提前暖身 中泰委員他特別邀請我 來跟民眾同樂 因為松山區也算是有一半是我的選區 所以特別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一起來共商勝舉 針對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由於將台北市長初選提前半年舉辦 蔣萬安認為時間點還過早 現階段主力還是在處理萊豬問題 就怕太早出現成為綠營目標 蔣萬安保持低調持續和地方掛緊 松山 松山 再出發 記者 邱世民 台北報導 由編織國寶大師陳郭寶貴率領團隊 與新衣區公所合作舉辦裝置藝術展 團隊花了10個月的時間 為新衣廣場周圍85棵樹木 穿上五顏六色的編織衣服 除了展現美感 也讓充滿時尚氛圍的新衣區增添了一絲暖意 編織國寶大師陳國寶貴 拿著剛完成的術衣 教導現場志工和學員 如何幫樹木穿搭 先對好尺寸 再像穿鞋帶似的把樹木包裹起來 棕色樹幹搖身一變 成了五顏六色的特殊景象 傳自國外 陳國寶貴老師在六年前 應當時新亞國校現任民全國小校長 公文青之邀 為學校的樹木編織術衣 每年都在不同的地方 為樹木增添色彩 今年陳國寶貴老師帶領的團隊 為新一路五段與新一行政中心 後方的公園 共85棵樹木穿上新衣 迎接冬至聖誕和農曆新年 我們有毛毛蟲 我們有蝴蝶 自然生態我都把它用構圖在裡面 那這個是一種美的設計 然後心裡也很快樂 完成了之後成就感 然後因為大家同好 是不是人際關係會很好 這個活動除了說讓社區變得更漂亮 同時我們也推廣我們編織手作的活動 今年是新一區成立30周年 也就是新一區30歲的生日 剛好趁著這個機會 我們覺得可以在我們的新一廣場 將我們的自然元素跟我們的編織藝術融合 裝點著很喜慶的氛圍 也可以映照出我們新一區生日快樂的意象 以賞編織美學和協竹夢裝置藝術展 從即日起到2月20號 在新一廣場周邊舉行 陳國寶貴老師與團隊利用勾針 棒針 為樹木量身訂做屬於他們獨一無二的術衣 包括浪漫黃金與阿伯樂 在六處分支上邊上六種顏色的彩虹 還有利用樹木軀幹造型設計出的孔雀 都歡迎民眾前來觀賞 享受冬季的藝術饗宴 記者曹德華 財寶報導 生活中經常會強調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而這個觀念也在稻江商職 英用外語科日文組所舉辦的 畢業成果發表會上彰顯了 學生們除了利用流利的日文演出 傳統民間故事 也帶來動感歌曲以及地方祭典舞蹈 展現三年來的隨時成果 在輕快活潑的月聲中 稻江學子扮成可愛動物 做出俏皮動作 帶領觀眾到森林共舞 接著少女團體跟穿著傳統日本服飾的學生 分別秀出青春跟代表利於美的祭典舞蹈 讓人看得莫不暇己 緊接著學生們要挑戰在沒有大字報的方式之下 以瀕臨絕種動物為主題 進行日語簡報 從零開始 今天能夠在證照的取得 能夠從N5 N4 N3 N2 N1 甚至於N1 還拿到滿分180分 那也希望期許他們 秉承了這樣的精神 桃太郎在告別養育自己的爺爺奶奶之後 踏上了討伐魔王的路程 同學們除了展現日文功力 也傳達動物保育觀念 桃太郎的夥伴們是地球上其他的動物 那用這個去衍生 然後做簡報 然後還有其他相關的一個表演 為了今天 他們昨天就是一起互相打氣 然後住在同學家子 為了不要遲到 因為今天早上非常早 結果就要出門這樣子 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同學們真的非常重視這個表演 桃太郎是鋼三線的傳統故事 然後烏拉甲跟烏拉甲 我也是鋼三線的傳統舞蹈 因為他很有氣勢 然後會讓人覺得很有精神 今年發表會主題為 總監日語讀音為Nakama 就是宛如空氣水一樣的夥伴 透過夥伴間的互助合作 相互體諒的精神 也是師長期許學生 在校學習的人生態度與方向 記者顧參詠 台北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聞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新聞最後帶你一起來看一下 近期有什麼樣的生活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曾子庭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